好,我们继续了 有关CV的话 还有一个主题要介绍一下 这个是所谓的Digital Simulation 数位模拟 数位模拟的话 我记得你们物化上学期的实验 应该有一个或者两个实验是类似这样的 有没有 没有做实验 好,用电脑去 假设一些条件 所以你看到什么样的结果 那个就是所谓的Digital Simulation 用电脑去模拟你做实验 像这个地方 它是用一个Commercial 就是买得到的 PC Base 就是我们用PC 个人电脑就可以去跑 这个当然很好了 目前 这个电话键仪器的代理商 它有这样一套软件 这是它的名称 直接在个人电脑上就可以跑 不像你们物化那个 那个是要高速电脑 很贵的,几十万的 什么朋友 那个电脑五十万是六十万 你们不知道 对啊,很贵啊 软体贵 那我不知道它当是软体贵 就是软体贵 它五六十万很贵的 你的电脑应该是比较快的电脑 没有吗 没有 没有 不过那个是有年纪的电脑 那个已经有年纪了 五六年 六七年 好吧 那这个的话呢 它是Digital Simulation 就是它的名称 那 这个地方的话呢 它就有 黑色的 是Simulation跑出来的 蓝色的是实验 真正做实验 跑出来的 那你去看的话 这两个呢 并没有完全的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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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说这个是 电脑模拟的 不够好吗 不是啊 那电脑模拟的时候呢 它只有去 考虑 电话反应的部分 就是Variate Current 那真正做实验的话 除了 蓝色的 除了这个Variate Current 就是还原氧化 这样的反应之外 在这边的话 它的坐标 左边是 左边负 右边正 所以这边是氧化 再还原 这边表现正 所以这个是氧化 再还原 氧化 再还原 所以它真正在做鞋 的话 这个蓝线 那它是 真正做鞋 的话呢 当然有电话率反应 Fariate Current 之外 一定会有超级Current 真做鞋 的话 一定会 这两个Current 同时出现 所以 好 出来的这个CV图形 跟这个 模拟的 Simulation 出来的 会有差 就因为Simulation 出来的 它完全是考虑 反应电流 Fariate Current OK 那模拟的这个状况呢 跟刚才看到差不多 是E-Molar KCL 然后是Beric Sinai 3加2加 跟我们刚才看到的 0.1mm 这样一个条件 是类似的 那Simulation在目前 是越来越重要 那为什么它会有一个 发展是去做Money 这个CV呢 那因为我们刚才讲过了 CV呢 它对于研究电话 可以反映这里面的 反映的机制 就是电子传注的 Election Transfer 电子传递的快慢 以及呢 中介还有没有 像那个Axphorbic Acid 发生什么事情了 为什么它氧化之后 完全没有还原 这个发生什么事情了 那像这些的 这个研究呢 从CV上 你去设计的话 可以得到一些答案 那可以得到答案 然后就是说 很多复杂的机制 经理看到最简单的 像这个铁离子 铁青硕离子 三加二加 这个最干纯的 它没有其他的 其他的反应 参与在里面 但事实上 很多的实际的 这个状况的话呢 除了氧化反映之外 还有其他的 这个我们叫Side Diversion 其他的反应参与 所以它CV实验可以去解决 复杂的一个系统的 反应的这个机制 那么因为这样子 所以它很有用 那在你们初学的人 今天我们举的历史 都是最简单最简单的 所以你不要以为CV 都只有那么简单 那它还可以去做 复杂的系统 也可以去得到一些答案 那么所以说 如果你在做模拟的时候呢 你就要去考虑 在不同的条件之下 你要给它一些条件 让它去模拟 在这个条件之下 它预期会得到 什么样的CV图 那这样子的话呢 就可以去在这个 你真正做实验 做出来的结果 那你如果说 有两个可能性 第一个可能性 是这样一个机制 第二个可能性 是另外一个机制 那到底是哪一个 那你就可以用这个 模拟的系统 去跑一跑 假如第一个机制的话 模拟出来 是什么样的CV图 第二个机制的话 模拟出来 是什么样的CV图 当然去跟你的实际的结果 去比一下 看你的结果呢 跟哪一个比较接近 那它真正的情况 可能就是那样的情况 所以这个模拟呢 很多时候 可以帮助你 来找一些答案 那这个在目前的 很多的领域 像森科的这样应用 他们也有一些模拟的 然后呢 去做一些判断 那你模拟的话呢 必须要去了解整个系统 在设计模拟系统的时候 模拟当然就是要去写程式 那写程式的时候呢 各种条件你要去考虑 然后把它加进完 所以你对整个电话系统呢 要非常的了解 然后要非常接近的 真实的一个系统 那么你这样子设计出来 一个模拟系统呢 才会接近真正做实验的结果 所以我们在这一章里面 前面的地方呢 我们在我们这一章很前面的地方 这个第七图 就讲到 这样一个 把电极 这个电极在容约里面 在基因电话反应的时候 那么可以把它想成是 一个电子电路来看 想成一个电子电路来看 那么为什么它是相当于 这样一个电子电路 就是公布电极 施加电位 然后这边是容业 施加电位的时候呢 在电极表面就会有电双层 double layer的生层 所以你会有个差性curve 电位如果说是适当的话 你的反应物呢 那么会在这个diffusion layer里面 经过diffusion layer 到电极表面 进行电话来反应 这是所谓的farity current 所以呢 一个working electrode 在容约里面 进行电话来反应 施加电位进行电话来反应的 这样一个过程里面 相当于是这样一个电子电路来 来这个 进行 所以它的这个 我们说等效电路 所以它相当的一个电路 电电路的话呢 是working electrode上面 这个是并联 并联一个capacitor 那这个capacitor呢 就相当于这个double layer 电位施加呢 会有一个double layer的生层 会有电荷累积在这边 那就相当于一个capacitor 所以它这边有一个capacitor 然后呢 发生电话来反应的时候 那么这个 反应物到电力表面 diffusion 快不快 到电力表面之后呢 这个电话来反应 这个得电子失电子的这个 electron transfer的过程 快不快 如果快的话 代表你的阻力 这个是impedence 你的阻力 你的阻力 阻力就小 这个impedence就小 如果你的electron transfer 很困难的话 是电力表面脏了 为什么叫你要再 应该说活化电极 让磨电极活化电极 就希望你的这个电力表面 让你分析物到电力表面的时候 进行电话来反应 这个electron transfer过程 很顺利很快 阻力小 ZF就小 如果有阻力的话 阻力越大 这个ZF就越大 所以这边 用这样一个这个 这个原件 电子电路的原件来表示呢 我的walking electrode 在私家电位 进行电话来反应的过程里面 同时有两个过程 一个是charging current 发生 一个是进行电话来反应 faring current 发生 所以它们是同时发生 所以是并联 不是以前以后 不是串联 是并联 然后在容院里面呢 这个容院本身有 电子 所以它相当是有一个电子 在这边 所以 这个 一个cell里面 这个供电器呢 就可以用这样一个 两个 三个元件 capacity 一个 这边也相当是一个电子 impedence 这边是容院的电子 来取代它 然后你去分析整个线路 那你对这个很了解的话 那你在写你的这个软体程式的时候 那这些东西 那这些东西考虑进去 比如说你 Electron transfer很慢 就像这样 这一项比较大 在设计的时候 你可以设定不同的这个数值 造成什么样的结果 在你这个模拟这个 模拟程式里面 就有一个边因是这一项 有一个边因是这一项 有一个边因是这一项 那你可以设定这些数值呢 让你模拟出来的结果 比较接近你实际的结果 所以为什么在星版里面 它要去加进来这个 一个 一个 一个图 那我们右边这两个呢 我们就不讲了 这些东西 就是说这些东西 我们认为 它 接近它真正的一个行为 那当然 我们一般的就是这样 用这张图来解释 那么它也可以进一步的来 用另外两种方式来取代 我想你对同一个来讲 你知道 有这么一件事情 目前 是在 就是真正在这个电话 应用上面 这个都有的 那至于说这两个 我们就不讲了 只要知道这个A图 这样一个这个 等效电路 就可以了 同学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的话 那我们这张图呢 就介绍了这边 就是目前呢 是有这样一个 软体程式可以去用 再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要进到 我们进这样的最后 那最后呢 要讲的就是 这个Charging Current 我们前面看过了 知道是Double Layer 电位加上去呢 要形成Double Layer 所以要对这个Double Layer 充电 所以线路里面 会出现一个 所谓的Charging Current 这个Charging Current 那么要进行 电化与反应的话 反应物呢 要得电子 次电子 产生一个电流 信号 那这个真正跟 反应物的浓度有关系 叫Faried Current 所以这张图呢 我们也看过了 这张slide 就是Faried Current 跟浓度成正比 但Charging Current 跟浓度 是没有关系的 但它永远成正 电位加上去 它一定会有 一个Charging Current 但它detain很快 很快就消失了 它跟浓度没有关系 那么Faried Current 跟浓度有关系 那我们要问来讲这个 这个跟我们接下来讲的 是有关系的 就是 为什么传统的 为什么传统的方法 这个D.C.Borafi 它的Detection Limit DL Detection Limit 大概在10的 负4次方Molar 大概是极限 你不能再低 再低的话看不出来了 所以它的Detection Limit 不够低 不够低 所以呢 我们在一开始就有讲过 50年代后期 60年代到70年代 1960到1970 其实呢 1970中期 这段时间里面 这个电话学是很没落的 一般人就不会去用 为什么 就因为你的传统的方法 在这个年代 用的方法是传统的方法 就是Linear Scan Linear Scan Linear Scan 它的Detection不够好 10的负4次方Molar 跟这个UVLA 跟这个UVLA 不能比 所以它被淘汰掉 那么 它后来又重生了 在70年代之后 原因呢 就是技术上 有了改良 你这个定位施加的方式呢 不是Linear Scan 它做了一些改善 让它的Detection Limit 可以去跟这个UVAA去匹敌 有了很多时候呢 这么 所以这些方法呢 目前呢 都是 都已经在用了 所以电话学呢 又重生了 那怎么样去做到这些事情 或者说做了这些事情 那到底是 改善了什么 是让它的Detection Limit 可以下降 改善了什么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就要 我不想同学 对这个Detection Limit 本身的定义 了解到什么程度 什么是Detection Limit 那我们是说 signal to noise to understand noise s letter signal signal to noise 等于3的时候 就是你产生的信号 是你的noise 背景信号的三倍大小 产生的这样一个信号 它的浓度 它所相当的浓度呢 就是你可以 侦测的最低的浓度 所以Detection Limit 代表一个 最低可以侦测到的浓度 所谓的Detection Limit 它是一个 最低可以侦测到的浓度 那这个浓度呢 就是它产生的信号 是你的背景noise 三倍的那个浓度 就是所谓的Detection Limit 那在这个 传统的Linear Scan 线性扫描的时候 为什么你的Detection Limit 使得负四次方Molar 不能再低呢 不能再低呢 那原因就是说 你测到的这个电容呢 它有两个成分 Fair current 跟Charging current 那么这个Charging current 跟你的浓度 没有关系 它永远存在 但是只有那个Fair current 跟你浓度有关系 所以我们在电话线里面 我们通常把Charging current 这个背景电流 它当作你的 是做一个noise 所以它相当于是它的大小 相当于是它的noise 因为它跟浓度没有关系 那Fair current 这个Fair current 它跟浓度有关系 所以它是你的信号 所以你的Signal to noise ratio 相当于是你的Fair current 跟Charging current的比 所以Linear Scan 它的Detection Limit 不能下降 原因就是说 你的Charging current 不能下降 Charging current太高了 Charging current太高了 所以这个事情早就知道了 早就知道了 所以这个方法不好 因为你的Charging current 太高了 所以做研究的人 当然就知道 你的问题在这边 Charging current太高了 有没有什么办法 让这个Charging current 可以下降 所以你的Charging current 下降十倍 你的Detection Limit 就下降十倍 可以更低的十倍 Charging current 可以减低呢 一百倍 你的Detection Limit 就一百倍下降 下降一百倍 所以这个都知道 只是说 有什么办法可以去做 可以做到这样一个效果 OK 那这个是进一步来说明一下Detection Limit 这个我们在跟我们的分析组研究生上课也特别去讲 因为这个观念上 很多研究生也不太了解 他都被S over N 等于三Detection Limit 考试的时候答案就是S over N 等于三 什么叫做Detection Limit 它是写一行字 S over N 等于三 就是Detection Limit 这样子 你觉得清楚吗 你觉得他观念里面有没有Detection Limit的观念 我不知道 他就背了一个答案 就是S over N 等于三 那这个答案呢 不完整 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所以你假如说有人考试考Detection Limit 你要讲是S over N 等于三 你的信号 产生信号是Noise三倍的信号大小的那个浓度 可以侦测的最低浓度 你把这个解下来 我才知道你知道 要不然你光写S over N 等于三 这个要扣两份 那 这张图的话呢 是讲通话的事情 就是一做事业呢 会有Noise Background Noise 它的大小 如果那么大的话 它的三倍大小 那就是这么大了 这么大小 三倍大小 它的 多少浓度可以产生的信号呢 是这么大 那个浓度就是你的Detection Limit 所以当然你可以知道 这个Noise越小 你的Detection Limit 可以越低 这个事情 我们很容易了解 所以下面就要讲 怎么去做 那结果呢 是这位先生 后面我讲的两个方法 都是这位先生 跟他的研究生 去发展出来 所以这位先生的贡献 在电飞化圈的贡献非常大 这个是Robert Robert 罗伯 甘乃尼 就这个Robert Ostian 那是他年轻的时候 18岁的时候 二十大镇 是一个水兵了 那是他晚年的时候 那他已经过世了 所以他在晚年的时候 很多的奖帮给他 那么肯定他在这个电飞化学 这个领域里面的贡献 非常不简单 所以他能够 发展出来两个这个技术 能够让这个Detection Limit 降低 降到非常低 比这个Linear 这个Scan 降低了大概有三个Order 一千倍 所以让他这个Detection Limit 可以跟A UV去比 很多地方呢 还更好 那所以他的功能非常的大 所以晚年的时候 得到非常非常多的 这个 奖 奖上的一个肯定 好 我们先讲第一个 第一个是在70年代 那么各位知道 在70年代的时候呢 电脑 还刚刚出来 不久 那电脑非常非常贵 所以一个CN是有这个电脑的话 不得了的事情 所以他那个在做CN的时候呢 他当然有很多想法 就必须要去试 试的话呢 他必须要又接这个电子电路 所以在这个70年代 他那些想法变成真实的话 他自己要去接电子电路 所以叫做Hardware Circuit 就真的去焊接 接出来的电子电路 就像你们上学期 你们是在面包板上去接线路 他们当时要去真正接出来 接出来 然后呢 去产生一些不同的电位控制 达到这个效果 降低真正极限 应该说压低 这个Charting Current 降低真正极限的效果 所以他必须要去接不同的电子电路 接出来之后呢 来去做实验 所以我们叫做Analog Extra 真正的电子电路接出来 那在这个80年代 还是他们写的 他们就有电脑 这算很早 80年代有电脑 也是不容易 那他们就有电脑之后呢 他就写软体程式 就不要去接辛苦的机械线路 他直接去写程式 software去写程式呢 去做各种的变化 写程式你改一改 就可以变化出不同的这个 电位方式 那么就这样一个仪器 我们叫Visital 那现在都是电脑化 所以都是这个Visital的仪器了 所以70年代 80年以后 那你们一分呢 实验呢 两种都有 第一个实验 那个吉普 那个仪器呢 就是70年代 70年代 所以那个仪器呢 30年了 很老了 比各位都不年纪大 30年了 30多年了 应该30年差不多 那电脑化仪器都是属于 第二种Visital的仪器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 这个都不容易啊 就是研究生 自己在实验室里面 去接线路啊 然后呢 有接效果 那这个线路不像同学做 只接一个 就出来就可以用了 它接很多很多不同的线路 有不同的效果 然后加起来 综合的效果 好我们先看一下 这个我们叫做 Differential pulse Votometry 这是它 研究的很多不同的 这个 电位施加方式里面 最后呢 成功的一个 效果最好的一个 我们叫Differential pulse Votometry 那这样一个 这个电位施加方式呢 是怎么去做 要控制哪些变因 第一个呢 我们先看左边这个 左边右边事实上是一样的 这个效果是一样 但是 因为一个是Digital 一个是Linear 一个是Circuit接出来 那么所以 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 在哪里 我们待会儿再看 左边这个呢 我们叫做Pulse on Linear Scan 就是它有一个 有个基础 就是它在改变电位的 我们叫有个Base 有个基础上 然后再去加这个Pulse 那这个Base在哪里呢 在这里 Linear Scan 去看这个 这个是你的Linear Scan Base 所以它有一个 还是有一个线性扫描 所以它第一个线路 就要能够产生这个 线性改变的Linear Scan 这有一个效果 第一线路 这个线路做出来之后呢 这个是它Scan Rate 就是这个Linear Scan多快 每秒 每秒的改变多少的电位 这个Linear Scan的Scan Rate 然后的话呢 就是这个时间 一个Pause Period 一个周期 一个周期 那这个周期的话呢 在这边是一秒钟 一秒钟 所以这个是控制时间 控制时间 你要控制有一个周期 是一秒钟的一个控制 所以时间上 有一个一秒钟的控制 第一个 然后呢 在这一秒钟周期里面的 最后50ms 你还要控制另外一个时间 是50ms 这是固定的 50ms 最后的50ms 的时候呢 你要加一个固定大小 50mV的一个Pause 那Pause 我们通常中文翻译成脉冲 脉冲 那它这个所谓Pause的意思是 在很短的时间 一个电位变化 都叫Pause 很短的时间 有一个电位的改变 那就叫Pause 像这个地方 就在50ms 这个时间里面呢 这个时间里面呢 我们加一个固定大小的电位 50mV 所以它就是一个Pause 50mV的一个Pause大小 时间是50ms 所以它要控制一个电位 是50mV 固定大小的电位 施加上来 另外呢 你要控制时间 是10ms 第二个时间 第二个时间是50ms 然后第三个时间呢 是两个时间 是在 在 施加这个Pause之前 16.7ms 你要去量一次电位 再施加这个Pause 再施加这个Pause 最后 16.7ms 去量一次电位 去量第二次电位 所以要控制这个 16.7ms 两次 所以 你的泄路上要控制时间 第二次电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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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ms 这段时间 第二次量电流 这段时间 第二次量电流 这个电流 减掉第一次电流 减掉第一次两个电流 I1 然后DataI 这边也是一个线路 两个信号相减 减出来是DataI 减出来是DataI 然后呢 用这个量量出来这个DataI 然后呢 用这个量量出来这个DataI 信号呢 当着重坐标 你的LinearScan 这个电位变化呢 当然很坐标 就得到你的一个电流 跟电位的关系 就是一个Begranded Pause 和他们Begrand 那就是他 这个做了很多不同的变化 这个做了很多不同的变化 最后呢 成功了一个Begranded Pause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他的学生要去接多少的线路 就很多线路 LinearScan 然后呢 50个mini或故隙大小 这是电位 两个电位 LinearScan 50mini或固定大小 然后时间呢 周期是一秒钟的话 这个周期是一秒钟 这个周期是可以变 然后呢 一个固定的时间是10ms 然后呢 一个固定的时间是50ms 这个 然后两两次电流的16点是50ms 然后两两次电流的16点是50ms 这个时间点他都要去控制 时间上就有三个 时间上就有三个 然后你还去量两次电流 这个电流呢 还要在一个线路来相解 线路都有 对 但你要把它接收完 然后把这个再转换成电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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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接线路也接出来 这个接线路也接出来 这个很辛苦 后来电脑出来之后呢 后来电脑出来之后呢 他用电脑来取代 用软体程式 但他没有办法取代一个linis scan 但他没有办法取代一个linis scan linis scan是连续改变的 电脑是数位的 电脑是数位的 他永远不能够连续 采用一个连续的信号 他没有办法做到一个 所谓的linis scan 所以他怎么办 他就用一个接地式的方式 接地的方式 可以看一下 接地的方式 可以看一下 接地的方式 就是第一个接 第一接 然后呢 第二接 然后第三接 这样有三接 第一接在这边 第三接在这边 然后这个 用这个阶梯的方式呢 然后这个 用这个阶梯的方式呢 来达到一个linis scan的效果 所以你看这个三个阶梯呢 变位置 他的这个 变位置 可以看到 连起来的话呢 也是一个linis scan 所以他虽然没有办法连续的去达到 所以他虽然没有办法连续的去达到 这个linis scan 他用这个阶梯方式 接地式的方式 接地式的方式 就像这样 接地式的方式 来达到一个linis scan的效果 来达到一个linis scan的效果 这是他唯一的方式 就是 他没有办法连续的 真正的linis scan 他没有办法连续的方式 他用接地的方式来提交 其他的跟这边都一样 其他的跟这边都一样 其他的跟这边都有一样 其他的跟这边都有一样 一个周期 一个接地 整个时间 整个时间就是一个周期 这是一个周期 這邊還是一秒鐘的話 這邊還是一秒鐘的話 在這一秒鐘裡面 最後的50ms 施加一個固定大小 施加一個固定大小 2mV 我打加定數的數 加定數的數 然後呢 你的這個 接地的高度 接地的高度 一接到下一節的高度 你一接呢 多高 5個mV 打這樣子的話 那你的效果 一秒鐘一個周期 每一周期增加5個mV 所以相當你的scanring 是每一秒5個mV 所以左邊這裡一樣 每秒5個mV 然後呢 然後呢 你要聊兩次電流 你要聊兩次電流 所以你在這個 4加5 就是mV 這個pulse 之前這個時間點 最後的16點 輕微信量 最後的16點輕微信量 兩完之後也是一樣 兩完之後也是一樣 用軟體方式 i2i1 存下來 i2i1 然後就 求他的difference 這其他的跟左邊一樣 只是你標説接線路 就是 用這個寫層次的方式 去達到這樣的效果 過去我們找系列 就是自己 過去我們找系列 就是自己 有寫過 可以找到商務的效果 這個 不是太順 呃 呃 呃 我們自己招一個 什麼是 pulse 試加電流的方式 用自己去畫 去畫哪個都可以 去畫哪個都可以 不需要 不需要 那但是我們這邊又有一個 那但是我們這邊又有一個 我這邊又有一個 我這邊寫 time scale 這個incorrent 不對 就是說 音量中有那麼長的話 50ms 50ms 沒有那麼長 他為了 他為了 這麼多細節的表示 方便時間 他畫了這個 比例不對 你會畫正確的比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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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像下面一個 我的linear scale 然後一個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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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秒鐘相當於1000ms 然後在最後的 10ms 然後在最後的 50ms 降了一個 50mV的變位 所以這個是 50ms 一秒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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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在最後的 16.7ms 跟之前的 16.7ms 兩秒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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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正確的一個 Ratio 所以正確的一個 Ratio 時間的Ratio 應該是 這張圖 對 那這個同學 也會畫 那這個同學 也會畫 OK 也會畫 我們施加電位方 怎樣施加 然後 怎樣施加 兩遍 那我們下面寫的 什麼是Pause 那我們下面寫的 什麼是Pause 在定義上 很短的時間 很短的時間 裡面有一個 電位變化 這個 這個就是一個Pause 這個Pause 在很多地方 Pause突現 意義上 那這個方法 有一個名稱叫 Differential Pause 有一個名稱叫 Differential 是 相差的意思 或是微分的意思 那這個 這個 為什麼它取名呢 叫Different Pause Utome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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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樣的 因為你 最後 你的信號本身呢 而由於 嗯 Pause Pause 如果 的話 mica 就是 revealed 我们这样的看 这张组呢 各位看一下 假设是我们现在先不管这个PoS 基本上它有一个我们基础呢 是在一个Linears 键上面加PoS 当我的电位是X 键的时候 光是Linears 键的时候 我加了一个PoS 回到的这个Otometry 现在是更负 应该是像这样的 然后容约是在角度上 光是Linears 键 这样的改变的话 得到一个电路电位关系 OK 那你就想着 在我这样一个基础上 光是Linears 键跑起来 应该是这样一个电路跟电路的关系 那我现在 假设 我现在看一个PoS 就看这个PoS 我这个PoS 已经在Linears 键上面 如果说在这个 做一个电位点 就是 X 键 我现在在看这个PoS 这个电位点就是 是一个原来的Linears 键的电流电位关系 X 键 那当我的电位是X 键的时候 我加了X 键的时候 我加了一个PoS 50mV 那么这边是更负 那么这边是更负 更负 50mV 相当于什么呢 相当于是我X一点的时候 我加了一个PoS 这个PoS大小50mV 电位一加上去的时候呢 那个PoS 电位更负 更负的50mV 所以我的电位呢 PoS加上去之后 电位是在这一点 这一点电流有多大呢 Y的 电流更大 所以你可以想象的是 PoS加上去 电流是Y PoS加之前是X 那这两个电流相减 GetaA 那这样一个效果是相当于是 我们对 这一个原来的 Linear Scan的这个 一个电流电位关系 做一个维生 一致维生 是不是这样一个效果 不完全一样 但效果是类似 所以我们相当于 我们结果相当于是 对这样一个 Linear Scan的这个 电流电位关系 没有叫PoS 所以假如电位已经到这一点了 电流在这边 电流在这边 GaVic Pause 电流到Y这边 然后这2-1 I2-I1 所以它的效果相当于 对这个 曲线呢 做一直维生 Linear Scan的这个曲线 做一直维生 所以得到的结果就是 一个Pig 所以一个Pig的情况 这个很重要 Defend Pause 我他们得到的结果呢 是一个Pig的情况 而不是像Linear Scan的 它不是Pig的情况 像一个低定曲线一样 我们做它这个S形状 S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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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1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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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TNNL CCTN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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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E1HELP不一样的话 它的Pick Potential就不一样 所以跑来 做完CM 有Pick Potential 你可以知道它可能是什么东西 先例子可以 电位表 另外呢这个Pick Potential 可以相当于E1HELP 可以做定性确定 判定 Pick Current IP 最高点量到这个基线 Pick Current 它跟浓度成正 可以做定量 这个Pick Current IP 它后来是一个 微分的Pick形状 Pick Current跟浓度成正比 可以做定量用 Pick Potential相当于E1HELP 可以做定性 按键 所以它这个效果非常好 但是它会有这个效果 可以做定性 然后我左边那边写 这个Pick 它是一个Pick形状 而不像Linear Scan 是S形状 它不像Linear Scan 是S形状 它效果相当性 可以做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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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接下来讲 它用这样一个方式呢 它达到了一个效果 所以让这个方法 它的工质直线 可以下降非常多 将近一千倍 Linear Scan 就减了一千倍 这两边都有Charmic Current 主要原因就是 它可以把这个Charmic Current 减低到几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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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 在这边做点 既然没有几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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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 在这边两个时候 Charmic Current 也有 但是都不大 那这两个在相减的话 几乎减掉了 这两边都有Charmic Current 但Charmic Current 不是那么大 但是都有 都有 那但是你相减之后呢 那这两个数字 几乎减掉了 消掉了 也消掉了 所以 因为它用这样一个 相减的方式 所以Charmic Current 可以 obrig видео 试不切 消掉了 不是imento 的零 就快强掉了 但是呢 是相当的小 那么所以 你会 considered 你会 бегая 它有 track 但你如果 entender 这个三个order 所以如果说你要讲 Deperent Power 在今天来讲是应用这个 最广的一种 为什么 一个呢是它有比较好的 DefendM 要比这个Linear Scan 像一个三个order 就这个UV AA不比的话 这个DefendMind都比较好 所以非要强调 这是一个 第二个原因呢它是一个Pick形状 传统的话 DefendMind 不管是这个 你用低功变迹 叫我们第一个实验 如果不是低功变迹 基本形状也是一个S 那 Pick形状怎么好去 要分的足够远 就是如果 有两个东西 它的这个 电位 Pick形状非常接近的话 那 如果是Pick形状 它们只要分开50mmV 就是你两个东西 它的这个 电位呢非常接近 Pick形状非常接近 但是呢 只要差个50mmV 50mmV的话呢 你就很肯定 一定是两个东西 不可能是一个东西 一定是两个东西 存在 但是如果说你是Linear Scan 的话 那你要判定说 这是两个还是一个 那这两个 它们的1.5mmV 必须要分开多远 你才有 有把握出它 一定是两个 不可能是一个 要分的比较远 减免二货 这一个 第一个物质 和第一个 离子扣子版 它的E1F 跟第二个 它的E1F 要分的足够远 你才敢判定说 一定是两个 不是一个 如果坚定的话呢 你很难判断 事实上 那个 但是 Pick形状的话 不需要分的 50mmV 就可以看到 就是这个Pick形状的好处 所以我们现在一般的这个 分析方法 得到大多Pick形状 所以它第一个Pick形状的好处 当然更重要 就是它的DX 大概有二十年 一千倍 市场全是 非常重要的一个感性 好吧 这是这个 Separian Pops 那突然没问题 那是这个研究的人呢 他不认为它这个是最好 这张图可以看一下 这个是0.3热PPM 这是180频率 那这本来就是它的 然后形状 这个 甚至比较下来 这个方法 它的DX 可以下降一千倍 这个 很明显可以看出来 啊 这是DX 那他们实验证呢 还继续的 DX 一定很成功 那事实上 那个 你们在一边 那一边 三十一里 它们一发展出来以后 一发表Pick 那个厂商马上 买它专利 专利卖给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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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长 鱼器 最重要的就 开始增长鱼器 所以 那个鱼器呢 大概有二十年的 这个市场全部是坦白的 这个 它占了很多 所以他那个产生还蛮有较高的 那但是这个研究的人呢 他不认为他这个是最好的 虽然很成功了 他认为可能还更好 所以他的研究生继续在做 结果有个更好的被他发现 有 所以我们叫Square Wave 不更好 那 Square Wave不太没去 那当然这个 他都是有电脑 这个完全是用电脑防守的 软件甚深的 就是真的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 Square Wave他们是这样一个 Different Pulse 没什么不一样 第一个呢 他还是要生产一个Square Wave 等于说还是要在一个 Linear Scan的背上 还是要在一个基础上 它是用Square Wave 5MV 25MV 那么这个Step Pulse 呢 他现在用的比较快 就是你的周期呢 很短 5Mps 5Mps呢 你的frequency是200Hz 就一秒钟 他的两百个台阶 一秒钟增加了200台阶 所以他一个周期5Mps 那么在一个周期上面 我们增加了6MV 就等于每秒钟呢 两个台阶 两个台阶是6MV 所以他Square 非常快 非常快 这是快速度呢 他还有一个优点 The Frame Pulse 提起来 他速度比 这先会快 这是他的优点 好 在这个台阶上面呢 我们就加一个Square Wave 所以Square Page上面 加一个Square Wave Square Wave Square Wave的话就是 在一个周期里面 有阵有阵 往前往后 然后固定纳下 如果说是50MV 一半 就是5MV 然后把这个Square Wave 就加在这个台阶上面 结果是这样 台阶在这边 然后每一个台阶上面 加一个Square Wave 固定纳下 Square Wave 这都看起来要比这个Square Wave 还要有预测 然后相减 所以这是 这一个在相当这个 得到这样一个结果 得到这样的结果 然后我们怎么去量电流 还是一样 这个是施加电位的方式 在台阶上面 加一个Square Wave 量电流还是量两次 还是量两次 然后相减 但这两次呢 一个是在 可以 我们是Square Wave 就往前 我们就FORWARD FORWARD 电位 然后REVERSE 电位 所以我们在往前 在最后这个地方量 第一次电位 但是我们真正在做实验 然后REVERSE 回头的时候量第二次电位 然后一样的是 1-2 这个地方是1-2 跟我们刚才那个 的FORWARD 在-1 好像有相反 所以我通常不喜欢 用1-2 我们就用FORWARD FORWARD -REVERSE 往前面再 减回这个 往后 I-FORWARD -I-REVERSE I-FORWARD -I-REVERSE 用这种方式呢 你量两次电位 然后相减 相减 相减 所以我们私家电位 量电流的方式 那最后呢 得到的结果在这边 因为我们用电脑去做 所以你量两次的电流都存起 电脑我们都会存起 所以你FORWARD 电流 你把它叫出来 可以的 就是FORWARD 另外一个I-FORWARD 另外一个I-FORWARD REVERSE电流叫出来 I-FORWARD 就这样FORWARD 跟REVERSE 看出来像一个新一样的结果 但是我们真正在做实验的时候 我们FORWARD 去看FORWARD 跟REVERSE 我们直接去看GETA-I GETA-I GETA-I就是FORWARD 跟REVERSE 你看到这个 这个最称的PIC 没有问题 而且非常对称 第一点 第二点 你原来FORWARD 就量 它的这个地方 就是你的Charging Current 这边有电流 REVERSE量 这边有电流 但是我现在这量相减之后 你没有Charging Current 没有Charging Current 就是你的Charging Current 几乎是0 一样的这个效果 所以你要去问 这个Square Wave 跟Differential Pulse 比起来 有没有更好 是有更好 那第一个呢 它速度快 这是它比这个Differential Pulse 好的地方 另外两点呢 跟Differential Pulse一样 Tick形状 所以它只要分开 50mV就可以辨认了 第二个呢 Differential Limit 跟Differential Pulse 几乎一样 就这两点 跟Differential Pulse一样 这两个优点都有 它比Differential Pulse 更好的速度快 速度快 OK 那我们这一张呢 就 还没有 我们今天讲不到了 我们这张 还有最后一个尾巴 我们今天 那么有时间讲 我们下回 谢谢 谢谢 对 谢谢 谢谢 对 谢谢 谢谢 这个楼子是这么高的 我觉得应该还没 我觉得他还没 我觉得他还没 说不清楚 比较好的 这个楼子还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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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楼子就在那里 就说这些楼子 為什麼不這樣啊 怎麼那麼跳呢 為什麼不想要他 小陽長 還有一兩間 這麼多傷心 感谢观看